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出去外面惊醒 以前脱拨都不能穿鞋子了 到现在缅甸泰国还保持 那佛陀有一次出去脱拨 结果被一个毒草扎到脚 一扎以后一直流血 流不停 然后呢几十个阿罗汉用各种的神通 到他方世界找了各种药 要来帮佛陀停血 一点没办法 奇怪 佛陀笑笑 因为佛陀这是四线夜报要教育众生 那个时候啊 那个叫实力加设 释迦牟尼佛开始度了三个加设兄弟 那个喜欢烧火的 实力加设就出现了 实力加设呢 就讲了一句话 如果佛陀对他独生的儿子罗伙罗 跟对伤害佛陀最多的提婆达多 是平等的悲心的话 佛陀的脚就不会流血 一讲完佛陀就不流血了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很讶异 我们多少的神通帮都没办法 为什么实力加设讲这一句实话 因为佛陀真是如此 结果呢 佛陀就不流血了 各位 所以你这个人如果经常不骗人 讲实话 都有力量的 如果各位到欧洲 捷克 有一个天主教的和神 就是一个教父 先讲这个故话 因为有一次天主教要忏悔了 皇后私底下做了一件坏事 来找神父忏悔 那神父就接受 皇后就很高兴 后来这个国王讲 我老婆到底做什么坏事 不跟我讲 她就把神父找过来 神父 昨天皇后找你 讲了什么事 神父说 这不能讲了 我只是接受忏悔 我绝对不能讲 她说我是国王 你可以讲 那神父说 这是我的职责 国王对不起 我不能讲 然后国王就很生气 神父如果你不讲 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这个神父还是不讲 后来国王就找人把神父 手脚防绑 舌头割下来 割下来 把他丢到河里面去 淹死 那个舌头现在还在那个教堂 变成舍利子 后来呢 这个神父变成河神 也变成西方欧洲国家的财富之神 他们没钱做生意 就到那个桥旁边去拜这位神父 这也是一个很道德 但是却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话又讲回来了 那佛陀就跟大家说 为什么实力加设奖有用呢 佛陀讲了 他说过去是我做一个婆罗门的儿子 那我爸爸呢 每天都要出去耕田 要割草啊 那我的名字叫吴亥 各位希望你的名字也叫吴亥 就是不伤害的意思 然后这个吴亥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每天出去耕田啊 请你不要把田里面的小虫给弄死了 爸爸就笑 你小朋友不知道 我种田哪有可能不杀虫呢 不杀虫怎么种田呢 不杀虫怎么有水果呢 小孩子你不要乱讲话了 那是吴亥他天生的悲心 一直求爸爸 结果爸爸 你读你的书不要管我了 然后这个吴亥心情就很不好 哎呀 我爸爸这样子的在杀害小虫 然后呢 将来他也不好 他就很伤心 走到河边还真想自我了断 因为他 他对他爸爸不能够改变 他就很难过 但是他在河边哭的时候 毒龙出现了 哇 终于正在等 有人要跳河的话 我就可以吃他了 结果这小孩子在那边哭哭哭 又不跳河 他还在那边想说 我怎么样帮我爸爸 这个毒龙就给他吐毒汁 然后这个小孩在哭的时候 一吸到他毒汁就昏倒了 昏倒了就会慢慢死在那边 后来他爸爸 那天提早种田 回家准备没看到我儿子 走走走走走走走 终于在河边找到他 咽咽一喜快死的儿子 然后呢 他爸爸跪在那边哭啊 天啊 地啊 赶快帮助我儿子 又中毒了 脸发黑了 那个时候 他爸爸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我这个儿子叫吴亥 他这个人 慈悲心道不可能伤害任何生命 老天啊 如果我儿子真的不会伤害任何生命 连一只小虫 它都不要我杀 我以后也保证不杀了 希望我儿子活过来 不 他就活过来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 我就是那个无害 为什么实力加设 可以帮助我 因为他就是过去我的爸爸 因为他讲了这个真实语的因缘 所以我会好起来 所以那一世的婆罗门 就变成一个不伤害动物了 被他儿子感动了 所以各位呢 你的 你讲话的诚实语啊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力量的 你这个人决心不骂人了 那这个人正在生病 在咳嗽 你就跟他发现 我以不骂人的功德 回向给他咳嗽就好了 这个佛教叫戒律的力量